这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初见 黛玉当时就吃了一惊 总感觉眼前的人很眼熟 有时候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 会觉得面熟 其实就是有好感 此生此事 与一个人一见面就觉得心里一惊 好像在哪里见过 大概就是有缘分 这个妹妹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 这个妹妹我喜欢 这一段必须结合《红楼梦》里的一个神话故事 说是在西方灵河岸上 有个三生石 石头边上长了一棵酱猪草 我们说一棵草它的生命很短暂 但是它遇到了一个仙人 一个多情的仙人 它名字叫做神鹰使者 它看到这棵娇弱的小草 就格外的怜惜 它每天用天上的甘露来浇灌它 这棵草因此受到天地精华的滋养 然后寿命就延长了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位女星 后来 那位神鹰使者动了烦心了 她要下烦去 那么 酱猪草怎么办呢 这时候有一位井幻仙子 这井幻仙子是在天上专门管人间的爱情的 他就问酱猪草 他说 神鹰使者浇灌你 那一番恩情 你还没有报答它呢 你是不是趁此集会到凡间去了结了这份情 酱猪草变成的小仙子就回答说 哎呀 她是拿甘露来浇灌我的 我又没有什么甘露可以回报她 我拿什么来回报她呢 那我就把我的医生的眼泪都还给她吧 后来神鹰使者夏凡 她就成了贾宝玉 酱猪仙子也跟着夏凡了 她就成了林黛玉 这就是小说里面所说的牧师前盟 所以他们两人才会觉得对方十分熟悉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 就叫 萍萍二字最妙 萍就是东师孝萍的萍 是形容西师生病时的美 黛玉的美中带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所以宝玉在这里就特别讲萍萍二字极好 宝玉一听待遇没有遇 马上发起痴狂病 这是她第一次发病 以后的故事里她还会发病 她的发狂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的东西 最爱的那个人没有 她不能忍受 宝玉的个性非常奇特 她生命里面所有美好的事物 当别人没有的时候 她都心痛 她觉得自己所拥有的美和爱 都是该跟众人去分享的 宝玉最后选择出家 也是觉得自己所拥有的富贵 变成了一种惩罚 宝玉摔玉时像小孩在胡闹 而贾母的这番话 更是把对宝玉的溺爱 完全体现出来了 后面更是编造谎言 说黛玉原本有欲 才将宝玉哄好 宝玉先前的举动 让黛玉在贾家的第一个夜晚追追不安 暗自垂类 担心日后不好与宝玉相处 而此时有一个人悄悄进来 对黛玉表面安慰实则是威 那么这人是谁呢 我们下期继续